第十二章 第二節 不要下佛者的世界 只要心意根身而變化 叫你們測驗何為神的善良 順全可喜悅的旨意 但相對因為有我們的存在 信仰榜樣的難度 在接下來的一千年降低了很多 所以獎勵就沒有辦法跟我們這一代相比 是沒有辦法 因為如我所說 我們這一代的人 根本是全人律歷史當中 曾經選過的靈魂 才放在這一代 即是做到最多 即是再沒有任何靈魂 可以在一千年當中追上 所以你們來說 放在這一代和這一間教育 其實你們都遠遠拋離那些人 又拋離我們之前的人 所以你們做得比他們更加多 可以 即是會在這個榜樣當中 就像師傲祖那樣 你是把一個經典給別 而並且 那個就是一個 可被接納的榜樣和例子 現在我的這幾十年 也是可以被接納的榜樣和例子 一定沒有錯 以這個方式去喜歡敬拜讚美 以這個方式去理解關於事奉 理解關於付出 委身 或者討告 或者以神的視點去看事 全部都是一個已經提供過的經典的生活 所以變成這種是學得最快 並且你做出來之後 雖然你沒有那種生命 但是終於你對那種生命的認識 隨時加了十倍一百倍 這個什麼都賺光了 對不對 因為你真的能理解到 嘗試到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那樣是之前做不到 因為那樣是之前做不到 你現在去做的時候 是一種進步 尤其當你做了出來的時候 進步的速度 你直成可能是異上不到 絕對就不是說 你坐在一邊自己去想 以自己的眼界去想法 那些就真的 可能你一生都未必做到 在現時一件裏面有的成果 這個你會看到 例如說 例如是小組 你叫他Copy這隻高達 如果你沒有所有工具 甚至你未見過這隻高達 如果叫你自己 不在這一行 你自己去做的話 你會做多少次 或者甚至永遠 都不能夠做出一隻 所以Copy是一個很重要的 效法這個字 Imitate這個字 是很重要的 所以當你們現在 有一個效法對象 還有你基本上 就算你想效法寶羅 你真的看完他的書信 也很多 但如果你是效法日和牧師 就真的很多 那會變得很豐富 就是適合你們 起碼有生之年 的事奉 那個範圍 也可以 但是那個進步 絕對是十倍 一百倍 自己本身應有的進度 而且你要考慮和留意 神將你們放在現在這個攻擊 你就可以說是 世上最適合效法的位置 如果你是另一間教會 第二個國籍的 住在第二個城市 你想效法也很難 但如果有些是我的兒子 有些是我的朋友 有些根本是我的大信主 你們又回到這間教會 其實你們效法 這個位置的效法力 真的是最好 等如現在我們在香港 去複製一隻高大模型 是很容易的 因為第一 我們有電腦 我們有3D scanner 我們有3D printer 我們有各樣的物料 可以買到 我們可以隨時在網上 下載到這些照片 但如果塞你去非洲 一個山卡拉裡面 住在木屋 樓水 電都沒有 你們急著 你這樣做不到 你這樣做不到 你怎麼急著呢 但問題 現在你們就是 在一個姿勢當中 做得到 這個便是優惠 但這個優惠的時候 其實神祝你們 為你們信仰賺的 封聖 千倍萬倍 住在非洲 山卡拉 都不知道 在哪個地方的人 所以你們是有一個優勢 這個優勢就是 如我所說 很多世安的年青人 不懂得掌握這個優勢 還要在這個優勢當中 做到人類歷史當中 最壞的角色 所以他真是瘋狂 很多人真的不知道 地獄裡面 最深層受苦最多的人 其實是活在這個時代 一定是活在這個時代 除了活在這個時代 就是活在主耶穌的時代 但相對 正要令他們這樣 就是要求一個完全相反 但最大的祝福 為何是你們辛苦ACHE 因為最大的祝福 和最大的獎勵 可以藉著你們的生意 他們亦可以藉著 在這個作 долж下 可以藉著你們的數量 因為你們等於 有屬靈的3D� của 屬靈的探訝 屬靈的AI 能夠搬到所有屬靈的材料 去砌到屬靈的皇宮出來 羅馬書第12章第2節 不要下佛者的世界 只要心意跟身而變化 叫你們測驗何謂神的善良 順全可喜悅的旨意 雖然路徑 或有機會憤怨 上帝懷疑是無前路明天 單粗戚心 後下救助作人 願我越過路面 在尚著優命惡魂 尋著欺欲 尋著監望 願歸再疾憾 願慨思 兩者萬年 再我心 留下足印 成長過路 終於甘苦變緊 是已經我心命愛人 六年順一刻 想請自信 予於跟隨著足印 成長過路 終於甘苦變緊 成羽手見 獲得暈 願報答 成羽略福人 願報 赤子信 予不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